情况是这样的 今天有一个女业主 给咱们物业打电话 说这个高铁从他们家这边一过 他家地板就颤 说要求咱们物业 给他们装一个隔音板 我一想这个事咱们得实际考察一下 我就去他们家了 他一个人在家 我一进去我一看 没啥事啊 完了他跟我说 他说你别着急 你趴地板上 你等一下火车 火车来了 你感受一下 我就听他的 我就趴在地板上 我就等火车 火车没等来 把他老公等来 他老公一进门就问我 干啥呢 我说 我趴地板上等火车呢 你信吗 他不信 我气人不气人 街坊邻居们你们信不信 不信 你们回答正确 我问了好几个人了 没一个人相信 这咋整 我回去咋跟我爱人交代 一家人我怎么说 哎呀 自求多福吧 家里边怎么这么安静 感觉不正常 我回来了 没一个人理我 这很正常 这很正常 小美丁 你 你是不是听到啥事了 听到啦 啊 我听到啥啦 你没听到啥 你干啥拍桌子呢 哎呦这题 我都坐一下午了 气死我了 怎么就算了 怎么回事 你在这做题呢 你吓你大姐夫一大跳 你大姐夫问你点事呗 说 有个智力问答 你来回答我一下行不 说 来 你先把它放下啊 情况是这样的 就这个事啊 不是发生在咱们小区 明白不 不是咱小区 是隔壁一个小区发生的事 就是一个男业主回家以后吧 一进门 发现自己的媳妇呢 站在那 完了一个陌生男子呢 趴在地板上 完了这个男业主就问 你趴在那干啥呢 完了这个陌生男子说 我是物业 我趴在你家地板上等火车呢 你信吗 哈哈哈哈 他祸了鬼了 把谁信呢 我是不信 完了他也不 二鸣 啊 你在这干啥呢 砸核桃的呗 不是你先别砸的 你看你大姐夫今天像啥 核桃 我说砸一天 核桃都没砸开了 气死我 哎哎哎哎哎哎 你先别砸的 来来来来 你把这胸器先放这 哎你坐这 干嘛 大哥我有点事问你 那个有这么个事 咱搞个智力问答啊 说吧 这事不是咱们小区 不是咱小区啊 是隔壁一个小区 有一个男业主啊 一回家 发现一个陌生的男人呢 趴在他们家地板上 完了他爱人站在那 完了他就问这个男的 你干啥呢 完了这个男的说 我是物业 我趴在你家地板上等火车呢 你信吗 这事要看我身上啊 啊 拍了 白天被打开 不是二明 你这也太不像话了 这要是你自己家的人 你不问情书不了解情书 你上也就拍啊 还我们家人 大姐夫 啊 你说的不会是 咱们家前十分吧 他是不是要派你回家 先给我透罐来了 行啊 小土豆子 敢跟我玩 这除了是不 洗碎 那个啊 二明啊 这事不是顺风干的 大姐我给你证 我就不俩解释了 出事了啊 我跟你说要试发干大姐 真不是顺 出事了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哎好好说了 都出哪事了 咱们小区乌业 不知道是谁啊 跑女业主驾地板上趴着去了 妈呀 正好赶快人家老姨妹回来 给堵里了 哎呦我姐 问他你干啥呢 他说 趴地板上等火车呢 哎呀我的命运呢 他咋不说趴地板上等火箭呢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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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呢 这好像跟你说 那个是一个事吧 对了大姐 我刚才逛顾乐乐 你不是说别的小区的吗 哎 啥别的小区的 我挨家挨洪打听的 就在小区的 大姑父 你们物业也是的啊 啥人都招啊 这人不没脑子吗 是 这人 这人是缺心眼的 没脑子 我吃点核桃补补脑子 哎哎 来来来 别愣了 他坐着吃核桃吧 哎呀 大姐夫 这个时候你吃什么核桃 吃核桃呀 聊聊这事多有意思 来来来来 聊聊这事 聊聊这事 谁有意思 哎哎哎 大姐夫 你说你物业就弄几个人 你说这人能是谁呢 哎 没脑子这人是谁呢 你管他是谁 哎谁谁 跟我有啥关系 大姐夫清楚干什么玩意 哎 哎 小美丽 嗯 你大姐夫吃核桃都不兔皮了 不会是他吧 你上一边去 别胡说八道啊 大姐夫 干啥 那人能是你吗 小美丽 你说这话 你大姐夫就不耳机了 你这么傻的人 怎么能是你大姐夫呢 这胡说嘛 就是那肯定不能是我大姐夫 别瞎说 哎 但问题来了啊 这一天爬地板上凉吗 不凉 啥天爬地板上能凉 就是有点吵 大姐夫 对不起 核桃吃多了 有点账 我出去两回两回 刚道 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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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爸 你老冲我乐啥呀 我看见你不乐还哭啊 不是 爸 你是不是听到啥事了 我还又听着吗 啥事我不知道啊 哎 爸 你记得那人是谁呢 你知道啊 谁呀 范爷爷 谁呀 谁呀 是你 这孩子 你一天来打听这事干 哪凉快山哪待一会儿去 对 打听啥呀 瞎打听 哪凉快山哪待一会儿去 那边凉快 我去待一会儿 哎 这就是站着 那么不合球呢 这多么不容易 咱们一家人凑在一会儿 聊聊这事啊 来 爸 你坐中间 小米 你坐这 大姐夫 你也坐那 从现在开始 就让我们一家人 围坐在桌子前 共同揭开那个 趴在人家女业主地板上 听火车来的老爷们的 面纱吧 加油 大姑姑 我都把狗撂去了 你还这点真事行不行啊 刚才你过来 我让你过来 过来了 我说我让你过来 你老往门口哨啥呀 你要上哪儿啊 我那个二米不是要揭开面纱吗 我到屋檐给他求个面纱 姓赵的 我给你没完姓赵的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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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趴那儿干啥呀 给我起来赵刚刚刚 不起来 坐到外边去 不起来 能咋的 你起来 我不起来 我就不起来 能咋的 你干什么玩意这是 还让人活不 不就是说这个人是谁吗 我说实话吧 这人就是我 能咋的 情况就是那样 他们家说一过火车 地板就响 然后我就趴在那儿等 我等啊等啊 火车没等来 他老公等来了 就这么个情况 我就在那儿等火车呢 怎么的 你爱信不信 信哪 啊 信 你们怎么能信呢 这事弄得我自己都不信了 你刚才说的不是咱小区 你不说别的小区 你没说是你呀 当我做题呢 你就是你早说是你 我们就不就早信了吗 就当我砸核桃 大姑父 我一猜就是你 你扁自己 刚才 明白了吧 你的为人大伙都了解 所以我们大伙都相信你 不但是我们家人 整个社区的街坊邻居 都信任你 谢谢爸爸 但是你们信任不行 大米他不信呢 哎呀 大家都信 我就更信了 钢子 在这个家里 还有谁 比我更了解你呀 不是那你刚才一进来 你说信赵子 你别走 你跟我出来 哎呀 这小区就你一个人姓赵啊 我说是后楼那个赵狗子 我刚才一进小区 哎 他几个字用车冲我就来了 把我这菜全葫芦地下去了 一点道歉的意思都没有 我跟他生气呢 你跟狗子生什么气啊 别跟他生气 他爸卧床都好几年了 是 他是着急给他爸买药去 别生气 刚才我路过物业 田径里把这事原原本本 都跟我说了 那个男业主 还特地给物业打个电话 说他误会你了 给你赔礼道歉 哎呀我的妈呀 你看人家道歉了 最重要的 他还要感谢你呢 他咋还谢我呢 说你趴完之后啊 他家地板干净了 他姐夫 刚才把你瞎那样 是是 那最后那个女业主家 那个问题你给解决了没有 解决了解决了 后来我发现人家确实那样 一过火车地板就颤 完了咱给人装一个隔音板 没问题 所以说刚才 今后有啥事 别别在心里 回家就说 深圳不怕影子鞋 咱干的是好事 咱心虚啥呀 对对对对 爸你说的非常对 咱干的是好事 咱心虚啥呀 对 他不用心虚 难道等火车 一定得去火车站等吗 我趴在地板上 我照样等火车 大姑父 大姑父 你是好人 我要向你好好学习 我现在就去咱们小区 为你诚情试识 巧儿 好孩子 能这么做 大姑父很欣慰 大姑父爱你 去吧 宣传去 把你爷爷的罗拿着 使劲敲 妥妥必须 你就放心吧 给你大姑父证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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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子 你怎么了 哎 哎 哎 我说实话 我今天有点激动 真的我很激动 我觉得人通过自己的努力 通过自己的工作 能够让大家信任你 这就是人生最大的骄傲 而且爸 我今天特别高兴 王小强 平时这么不着调 都能够勇于出来帮我挣身 王小强太好了 我太厉害了 我太厉害了 听听 先发联姐们 大家伙儿啊 别瞎猜了 趴在你爷主家地板上的一个男人呢 是我大姑赵刚子 等我兄妹等来 把他家老爷们给等了喽 好像他这么说 别人听不明白 是 没听明白哦 让他家老爷们给毒里了 哎呀 你吧 你ほ ж 快啊 不找吊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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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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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